嗨,大家好,我們是功夫小學堂,全新單元功夫Q&A 我是今天的當班老師,小邱老師 近期有很多家黨跟我反應說,功夫小學堂真的讓他們受用無窮 不過有一些動作,小朋友在施作起來上面有一些難度 其中有一個恭喜發財的動作 小朋友在施作起來有一些困難 而在這個部分上,我聽下來了 發現到原來都是因為量級之差的問題 所謂量級之差,大部分就是所謂的體重或身高之差異的問題 那在針對這個部分,我今天為大家做一點簡單的解說 當初的恭喜發財,我們說環節力量大,用力往下壓 就會讓對方的手掙脫,而在壓的這個工程之中 也就是小朋友開始施作困難的地方 那今天我們先講解一下 這一招,恭喜發財,其實他要攻擊的地方 不是手臂,而是手肘的部分 手肘是人體的關節處 按照人體結構學來說 這邊只要施予一點清新的力道 他就是會一個慣性自然 肌肉的反射讓他彎起來的動作 那我們就請我們今天的助手小張老師 來做一個完整的示範 首先我們第一次先做一個正規版的恭喜發財 是打在手臂上的 好,元金的恭喜發財 雙手上握往下打的時候 是打在手腕或者是手臂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時候 當對方有量級之差 你會不易去試做 導致最後結果是失敗 你沒有辦法順利逃脫 所以今天呢 當對方的量級比你重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建議 兩隻手上握的時候 敲擊在關節,也就是手肘這個地方 關節的部分往往是最堅固 同時也是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你當你用力順勢的下壓的時候 對方的身體會導致失去平衡而前傾 這時候你可以爭取到逃脫的時間 但是在這個動作上面 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 如同剛剛小張老師所說的 關節是人體最堅固的地方 可是關節的內側也是一個最脆弱的地方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沒有教小朋友要很確切的打在關節處的地方 現在我們讓小張老師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請小張老師用盡一個全力 然後把手撐住直的 我壓他的手臂 我並沒有辦法移動他 可是今天我只需要一根手指頭 我只要往他的手肘處關節這樣壓下去 小張老師本身就會失去一個結構性跟平衡 而這樣子會造成非常多的危險性因子發生 其中最典型的會是 小朋友今天失作成功了 這個人往前傾了 小朋友的手還沒有離開 但他想逃跑 他不小心就把手提上來了想要逃 可是這時候對方的下巴就會已經被攻擊到了 因此爸爸媽媽要幫我們記得 如果小朋友已經開始在練習恭喜發財了 還是讓他先練習最基本的 恭喜發財往下壓就可以了 至於在手肘的攻擊部分 或許等到成人或者是比較大一點 他們比較有控制能力的時候 我們再多做練習喔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的功夫Q&A時段就到這裡結束 掰掰 掰掰